一上台朱立倫就用中文 闽南语 原住民族语等语言 向台下民众问候 朱立倫的国民党党主席 选举证件发表会 最后一场来到花莲 超过一千多位党员到场支持 而朱立倫在演说当中表示 要以民意为依规 找回创党精神 并强调加和才能万事兴 也强调改革决心 要推动内阁制 部族内阁官员缺乏民意的问题 我这次参选党主席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我不是要来享受任何的权利 我要跟大家一起 共同承担我们的责任 全世界民主先进国家 不是内阁制 就是总统制 所谓内阁制 很简单 所有的内阁来自民意 你决定内阁 这次国民党主席虽然同和参选 但朱立倫依旧全台跑偷偷发表政见 而原住民级党员认为 国民党真的需要重整 团结一心 期盼新任党魁 能重视原住民族土地议题 推动文化延续发展 不要只是喊喊口号 希望朱立倫能够当权的话 希望能够把我们国民党的行喊很好 在后我们的台湾能够站起来 让我们的国民党能够大家团结 我们的影响 运开 在这里 我们的影响 到这里 在那种情况下 就告诉我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 和自己估计 alors我们的灵狭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海面 在这场不能吃 我们在这场 这场不能吃 我们在这场 朱立倫演说 一切将以人民为主 追求民有民智民享 自由民主均富的创党精神 是否真的能从民意出发 推动各项政策 也让国民党浴火重生 考验者将接任国民党的新党魁 记者综合报道